张华县政府16日下午在园林市公所举办 园林火车站周边都市更新地区都市更新计划案地方说明会 向乡亲说明计划透过都市更新 使高架后的园林火车站周边地区再找城市新火帽 我们的任何架位市场绝对是透明的 我们的心态都是开放 我们都反应大家来参与 我们听听到大家意见孙 我们来做一个评估和研判 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进行 尊重我们乡亲的议员 所以这都要好好沟通 所以我们都希望可以得到最大的支持 我们可以让我们地方的发展更好 我相信大家各事所值共同来努力 完成园林铁路高架都市更新的计划 让整个园林市城乡火帽能够获得改善 计划更新地区范围 东起 园林中山路 西至新生路 北林进修路 南起原路路 明生路 县府鼓励区内土地所有权人提出申请 办理都市更新事业计划 同时为加速联通缝合前后站区 县府将协助公所拓宽光复街北段 路段宽度将由原4公尺提升至11公尺 公益频道李俱明 袁林采访报道